尊敬的各位贵宾 我今天首先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里头我觉得一个大师还有士忌 这两个字应该去掉 我自己一直坚持 但是北京会的这些职位 还有会长李鸿李刚他们都不同意 我觉得这大师两个字应该去掉 士忌讲座 把这个士忌讲座改成聊天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大家要晓得 这次我们决定这个活动 只有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我觉得刚才在台上的这些职位和这些会长 他们是真是付出了心血 出钱出力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 能够集合这么多的听众 我自己本身很感动 这个我想首先 我从哪里讲起呢 就讲讲时间 大家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我经常读书 我爱读书 读书说我很喜欢把一些 我在书本上或者是一些伟大的作家或者思想家或者艺术家 他们一些散光的语言给记录下来 这是我的习惯 这些散光的语言呢 经常给我一些提示 我今天从时间来讲 这个鲁迅讲这个 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毛财害命 说今天你看做了这么多人 如果我讲的话最后是浪费大家时间 那是总犯罪 我希望我今天不要犯这个罪 这个时间高尔基有一段话 我觉得讲得很好 他讲这个世界上最快的 最慢的 最长最短的 最平凡 又最珍贵的 最容易被忽视 而最令人后悔的是什么 是时间 这讲得很好的话 我想这个时间实际上人类史或者人的生命 都是从昨天今天明天 这样组合起来的 看你这个序列再排列 那你的人生也好 艺术史也好 文化史也好 人类史也好 都是这样 是吧 这里头真正的本体是什么 是今天 大家知道尼克松有个回忆录 我觉得讲得就非常非常好 他说把每一天 你就把今天当成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这讲的是非常好的 他讲昨天呢 是今天的昨天 明天是今天的明天 要把一天当三天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话 我觉得充满着哲理 我觉得很多伟人他们讲话 有时候很简念的语言 但是其中的含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 人类的历史长河是这样 对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 今天来讲我觉得就很重要 你今天为什么你能做有意义的事呢 和你昨天有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这么一段话 我只是 我没有做整个的研稿 但是有些 我觉得在书上所感受到的 我再录了一下 无限的过去都是以现在为归宿 你过去做了多少 这个归宿归在今天 无限的未来都是因为今天的渊源 就今天你做的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时间 珍惜每一天 用中国传统 刚才这句话讲的 他有点这个文周周的 其实用中国话 讲老百姓的话就非常简单 种瓜得瓜 种豆则豆 你今天下了什么种 你将来就开什么花 结什么果 如果今天你浪费了时间 你就浪费了明天 你也不明白你明天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观念 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生命 是吧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这个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了 我为什么画这两张画呢 这两张画等于是自己 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一种鞭策 当然我不敢跟岳飞 这样的伟大人物相比了 但是他这种精神对我是个教育 是个教育 三十公民陈于土 我画这张画正好是来美国的三十年 2010年我画这张画 八千里路银河越 这个八千里路银河越 岳飞那个真正是在战争当中 是骑着马或者步行 是这样走过的 我们坐着飞机一下就过来了 就八千里了 是不是 但是这是个形容词 但是这三十年所经历的疯疯于云 实在也就和岳飞的这种想法 岳飞的整个都感慨 我就有很多接触的地方 我自己回忆一下 我觉得这三十年 这就像尘土一样的 它已经过去了 像尘土一样 它消失了 它消失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的生命有两种属性 一种属性是一种自然属性 自然属性就是讲 一个人的肉体肠 这个人 你生是相对的 你死是绝对的 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 这真的是这样 对吧 你死绝对是绝对的 这个命谁也保不住 这个历代的皇帝 再怎么搞来的搞去 最后可能练一些仙丹 吃了结果死得更早 是不是 死得更早 所以我觉得人的生命 很重要的 是在第二个历史的生命 这历史的生命 它那个场是什么场 社会场 我们到了社会上以后 实际上在一个社会场 开始了你的生命 这个生命也可能是默默无闻 也可能啥也不是就过去了 也可能呢 它就留在历史上 这个生命就变成永恒 它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追求的 我想人 作为万物之灵 它那个很重要的是思想 它有思想 没有思想 那你就是个行尸走肉了 对吧 但我这个 我是这个 也没做准备啊 我想哪就说哪了 说错了 大家原谅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 可能有偏激了 在这个 在这个 特别在这个社会场 这个当中 我觉得是关键 是关键 是吧 在92年 大家知道 出了一本书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 对我有启发的一句话 他说这个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啊 都会出现两次 这个话我一直都在琢磨 怎么叫出现两次呢 后来慢慢的 我觉得 结果这么多年以后 我自己的体会 我能够理解了 就是人的生命 某一个现象 你看到它可能是个悲剧 这个悲剧呢 最后会变成喜剧 就是说 一个悲剧 一个喜剧 总是会这样 我想人生当中 你很多的经历都是这样 你说是好事吗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反思的时候 这好事变成坏事 你说是坏事吗 坏事变成好事 我觉得人生 我们对生命很重要的一条 应该说是在不断的 在否定自己的过程当中 往前走 你要敢于否定自己 这个托耶夫斯基有一句话 这个鲁信成为是对灵魂的拷问 那就说你究竟是谁 你自己要搞清楚 你是谁 这个经常要反问自己的 你是谁 这个东西我都不能耍赖皮 你说你是谁 我说我丁少官 你干嘛的 画画的 你们爱说什么 我管不着 无所谓 你说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想我这能进步吗 我说你经常反问自己 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找到自己的问题 该肯定的肯定 该否定否定 我觉得思想上一个很重要的 要知 知其然 还要知他 知其然要知其 怎么说 所以然 所以然 你要知道 你没有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永远是个糊涂状态 糊涂状态 人生 我说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机遇 机遇来了 第一你要看得到 看得到以后 你要能够把它掌握住 这掌握住 那你要做准备 做准备 这个我这个来到美国以后 大家也看到 所谓的又取到一些成绩 所谓这些成绩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很偶然 这个在国际 在中国那时候 在八十年代 大家提出了一个丁少光现象 做一个现象研究 他为什么 他的话能够在美国卖 怎么那么多画家的话 不能卖 为什么他的话能够受欢迎 别的话不能受欢迎 这个问题 大家真的扯来扯去 当然 这里头有包有匾 我自己这些年 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 考虑清楚了 考虑清楚了 我下面第一个 我就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肯定的东西 然后我再说我怎么否定他 我觉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是八零年 口袋里二十块钱 进美国 那时候我母亲等于是 因为我妹妹在这里留学 我母亲又要见我从台湾过来 她来了半年以后 我到了美国 二十块钱进美国 我在我妹妹家只住了四个月 我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遗产 我尽管很清楚的声明 我代表我大陆的哥哥姐姐 表示有遗产我们也不会要 我说得很清楚 但是我妹妹可能在当时 也许不信的是她本身的意思了 她只说了一句话 就把我给气走 她说大陆的人 我们找到也不敢认 认了以后就是要钱 所以我大约就是四个月以后 我那四个月在她那里干什么呢 做饭洗碗 刷墙 她不是有很多appament吗 有人搬家有刷墙 那我绝对是一把好手 你要想有痕迹就痕迹 你要想平就平 你要想有笔触就笔触 这玩意没有问题的 四个月以后 我记得我卖了些话 卖了些什么话呢 大约四百块钱一张 当时非常高兴 四百块钱一张 卖了些话 卖给一些医生 就这样我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我就住在 Channotown真正的贫民库啊 真正的贫民库 当时跟我住在一起的是谁呢 那些都是些留学生 都是些小年轻 我当时已经四十岁吧 其中有我记得很清楚的 一个徐道牧 他是浙江省省长的儿子 还有什么梅兰芳的 孙子辈的 孙子辈的 侄孙呢还是什么 就我们住在一起 我是一句英文不会讲 我住那个房子小到 你们没法想象了 我画画的时候 是一个床 一个桌子 我画大画就 就把两个连在一起 就这样画的 我第一次我记得 我在那画了一张什么画呢 我首先画的 我还是靠记忆了 我画的是 就是人民大会堂壁画的一部分 画完了以后 我就抬到 当时说有个亚洲艺术展 我就抬到亚洲艺术展去 那时候也没有车了 就这样子自己抬着 也很大 比这还高吧 比这还高啊 长的 我就抬着 我就抬着一路走一路 人都看啊 大家看着 抬着画都看 我就觉得别扭 我这么老看 我就把画倒过来 我就倒过来 倒过来 人家就这样 就这样看 那一件事呢 倒是给我那点信息 为什么呢 那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去看了 亚洲艺术展 看完以后 他说这个人的话 不应该在这儿 应该到博馆去嘛 然后他说 我要去参观他的画室 他就通过人来找我 我那时候不会讲英文 这个浙江省委书 省长那个儿子 英文很好的 他就给我翻译 他就说一定要来 我说不能来 我哪有画室嘛 我哪有什么studio嘛 他又要来 来了以后 这个老头一进来 就开始骂美国 我记太清楚了 骂美国 他说怎么给这样的艺术家 住这样的房子 让这样的条件画画 他在那骂 我这个东西当时我也不怪 人家美国我刚来 谁知道你谁是谁 是吧 另外当时 我跟那个美国画廊 联系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当时 对咱们中国画家 那是很大的成见 他不看 他不是说看完以后 我说你看 看完了你骂我也行 你认为我落后 认为我这个东西卖不掉 或什么呀 他不看的 根本就不看 你所有的话继续以后 翻转片过去以后 秘书就给扔了 老板根本看不到他 他根本不相信 一个在中国大陆 受美术教育的人 你能够在美国的现代画坛 能有一席之地 这不可能的 他干嘛想 都不会这样想 都不会这样想 那时候我妹妹就 我记得有一次 带我到 Lagona Beach 那里摆了很多的地摊 就地摊上卖画 我转了一圈 那个实在是 我觉得在咱们中国 考美元复中也考不上的 绝对是业余又业余的一些画 然后我妹妹让我摆摊 我说我不摆 我说我宁可去洗盘子 我宁可去洗盘子 我给你刷墙可以 我不摆车 在那一次我画的第一张画 在美国的第一张画 也就在那个场合画的 构思的 我一讲 那个在那个海边 Lagona Beach 那海边上有打排球的 有游泳的 有冲浪的 非常热闹 乱极了 很糟蹋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谈竖琴 非常安静 她好像什么都听不见 自己沉寝到自己的这种乐声 就很感动 我在美国画的第一张画 也就是后来出了四网版画 在纽约展出的第一张四网版画 就是这张画 叫和谐 那时候基本上确定了 我的创作的一个基本思路 和谐 心里一种宁静 追求一种和谐 追求一种和谐 我那一段时间 我既然话谈 话廊都不接受 我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去看博物馆 看博物馆 去思索 这里头我要讲 这有画家在这里 我要讲 我对美国当时画坛 我感到一点也不陌生 这是我做过功课的 这就是我和很多中国画家 刚来的画家 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中国 我是属于少数的 对现代艺术非常热衷 经过研究 进行过实践的人 真的 所以我不感觉陌生 另外我这人很喜欢文学 我可能在上大学之前 我觉得是我的基础 上大学17岁以前 我把世界文学名著 不是吹牛 几乎读完了 包括重要的作家 巴尔扎克 鱼果 托尔斯泰 哥德 罗曼洛兰 美国的杰克伦敦 海明威 基本上我能找到的这些书 我都给他读了 这个应该说 打好了我对西方 这个文明 不是感到很陌生 不是感到很陌生 在当时实际上 我来的时候 已经是80年代了 当代艺术在美国 已经开始了 当代艺术 按照今天的分析 应该是1945年 马歇尔元欧计划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提出了 当代艺术 当时美国 拿出了元欧计划的5% 作为一个基金 然后联合了像洛克菲勒等 二十几个大的基金会 把美国的艺术 推向欧洲 提出了当代的概念 提出当代概念 这个我待会再讲 讲当代我再讲 我这讲 80年代当代已经开始了 但是 在整个美国的民众 从大多数来讲 他们处于一个 什么新厂状态呢 对现代美术运动的戏场 就说马基斯比卡索 梵高赛上 所有这样子的艺术 整合在美国 这是最红火的 红火的 大家都接受 而且喜爱 太古典的东西 在他们眼睛里 觉得是过时的 太当代的东西 他们还没有消化 太当代的东西 在他们那里 还有问号 为什么有问号 我也有问号 当代这里 就是个非常复杂的 这里出现了 很多很多 现代人 所不能理喻的 一些和绘画 自乎没有关系的东西 是不是 洛杉矶 我参加过一个展览 我看的一个当代的 一个艺术展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在墙上撞 撞到那个墙 爬起来 又往这个墙上撞 最后流血 一身的血 最后是医生给抬出去了 这也是当代 当然我们不要这么简单 看当代了 当代还有一个女画家 看什么呢 她要试试人性 你这个人性 人到底你坏到什么程度 她就在一个桌子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画家 一个女画家 三十多岁吧 她就是站在那里 桌子上摆满了 从化妆品 饮料 然后到一直到枪吧 刀子叉子怎么都有啊 最后是枪子弹 胖胖了 那个观众可以随便对待她 你要怎么着就怎么着咯 这样的一个行为艺术 最后是把衣服也剥光了 先是汽水啊 颜色啊什么 都弄得一身的都是 撒得乱七八糟 到最后还真有一个人 拿了枪顶着她头上 子弹上她 这时候才有人把她冲开了 她这个想法 这和绘画你们说有什么关系 关于当代来讲 我就待会再讲 但是我们是不是当代呢 你活着今天 你当然是当代了 我就要问哪一个现代的画家 你是不是属于当代画家 她说我是 但她能代表当代吗 她敢吗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谁敢 理直气壮 我就代表当代 因为这个当代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概念 非常复杂的一个现象 中国整个美术界 现在对当代 还是属于一个失语状态 我们没有很好地搞清什么是当代 我现在有点是把这个颠倒了 我待会再讲当代 我先讲我的这一段 我在当时就是把现代美术运动的思想 和中国的艺术相结合 这样我走出了一条路 走到一条路 这里我就想起来一句话 这个牛顿的话 这个人啊 你不尊重历史 不尊重过去 你没有昨天 你拿来的今天呢 历史上所有好的东西 你要找 里头有没有肩膀 有的肩膀是可以踩的 有些巨人的肩膀 有的人找得到 有些人找得那个一踩就跟着滑下去了 自己跟着它掉下去了 你要找到真正的肩膀 巨人的肩膀 这牛顿 牛顿临死有段话 我记得不能背原文了 大概的意思 他说 我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 习耍的 玩耍的孩子 我到处去找那美丽的鹅卵石 找那个贝壳 但是那个真理的大海 我没有揭开他的秘密 你看看他这么讲 对着真理 我只是做一个小孩子一样 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 他捡这些贝壳 如果你们一定要说 我比前人走得远了一点 前人他特别期待一个卡 卡蒂尔 是一个哲学家 只能说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看想得多好 我自己在想 现代美术运动 到了八十年代 那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了 接近八十年了 现代美术运动 从哪时候开始呢 一九零五年 一九零五年就开始了 现代美术运动 大家可能是不学画画的人 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 我想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只是想说明问题 这美术的发展概括来讲 有个原始 原始艺术 古典艺术 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 起码这四个吧 原始艺术不讲了 古典艺术 大家都很清楚 古典艺术在西方 它基本上走的是一个科学化的道路 一种正确的解剖学 透视学 色彩学 都是西方出现的 他们讲到准确的 描绘大自然 描绘大自然 所以是写实的 走的是写实的道路 这点大家很兴趣 跟你简单讲 像照片一样吧 这是一种兴趣 当然不能这样来贬人了 真正的也出现了一些 很了不起的人物 大家都很知道 起码你知道 有个孟拉丽萨 对吧 都知道 有个伦布朗 这个大家都知道 简单讲 写实绘画 你们到到咱们县博物馆 你去看很多 你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 写实的古典主义绘画 初典主义绘画 后来到了18世纪 摄影出现 就他们手里拿的这个东西 摄影一出现以后 绘画 才某种意象已经被代替了 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 的确可以把人的衣容笑貌 是非常真实 非常巧妙的 艺术性的记录下来 那不就是画家的功能吗 画家以前 没有照相以前 唯一的功能是我艺术家 我画家的功能 我可以把同时代人的生活 记录下来 别的读不到 摄影出来以后 迅速发展到电影 从电影 从黑白到彩色 从彩色 从无声到有声 迅猛一场的发展 迅猛一场的发展 我刚才讲了 我觉得种什么 种子兼什么果 我觉得他们这种体会 我自己本身 从我个人经历 也有很深的体会 很深的体会 这种照片式的 宣派的 这种写实的 这种缺乏了一种 艺术的新的生命力 因为新的东西 已经出现了以后 它有一种新的手段 你比方说 到了电影以后 它记录的 它不是一个静止的 而是个活动的 是不是 再加上艺术孟太奇的手法处理 那会出现一种 非常强有力的感染力 对视觉 很大的冲击力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在中央美学院的 美援附中 还没有附中 在有个高中画室 是为了培养高中学生 考中央美援的 我在那里学习 学习的时候 有一次 我就去看老师的创作 就滔滔的 到了周末 没有人的时候 就去看 我就看到一个中国的油画家 现在很有名的 在创作一张画 这张画叫输血 输血 画的什么呢 就是一个支援金战士受伤以后 一个朝鲜 一个女孩给他输血 怎么画的呢 我跟你讲 地下有个钢盔 打了个眼 钢盔在那 拿枪 打了个眼 在那摆着 画架子 有个打铅笔 画个印 不能动 那个模特 睡下去的姿势 画了个框 不能动 这个模特 站在那的脚印 不能动 就这样 我想这些模特 可真是废了牛尽了 等他画完这张画 后来我记得很清楚 我去看一个电影 非常清楚 这个不是这个 涅夫托尔斯泰 是小托尔斯泰 写的叫 两姐妹 苦难历程 两姐妹 1918 里头我记得有些场面 特别是海军啊 海冰啊 在那风吹里 秋夜落着 一群人 走过来 哎呀 我看完那种震撼啊 那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是活灵活现 然后再想这个油画 这样画 这样的写实画 学院派这样画 实在是觉得 这东西 实在是没法学了 没法学了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 对这种学院派 有些看法 这就有点像 摄影出现以后 画家们开始找出路 出现现代美术运动 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我就开始 在公益美院 我觉得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选择了公益美院 公益美院里 中央美院 那是讲主题性创作的 那很清楚 为工农兵服务 要为工农兵服务 为政治服务 画的主题性创作 公益美院是干嘛的呢 我们的原则 就是经济实用美观 就美化人民生活 这里有个形式美 经济实用美观 所以很多的 留法留德的 这些人 通通到了公益美院 然后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了 吴冠忠 你说吴冠忠是搞什么 公益美术 他从来不会画图案 是不是 你见过他画过图案吗 他不会 魏天林 像庞勋琴 这些都是中国的 现代美术 现代艺术的一些 很重要的人物 他们在那里 所以在公益美院 但相对来讲学术上比较自由 所以我在那样一个环境里 那样一个环境里 我记得 我那时候就开始 并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什么 毕卡索 樊高 赛上 通通 那我们在课堂里 通通不会讲这些东西的 我就到北京主管 我想去借画册 借画册 那时候英文又不会 就挑 那个卡片人会写尺寸 看大本的 肯定就是画册 经常借出来是地图 地图你还不能说 我马上给他还了 人家说你他妈不懂英文 你来怎么借外文书呢 还得在那发呆 呆个一个小时去 然后把这地图还回去 后来知道 阿尔特是艺术 然后再去找 去找到 我记得 第一次看到 毕卡索的画册 我就冲动了 我觉得艺术 还有这样的东西 就给我看到 张光宇画的水浒传 张光宇是我老师了 在中文艺里面 画的那个大闹天宫 大家不知道看过动画片 大闹天宫没有 大家注意里头的人物造型 人物形象 那是集合了古今中外的 艺术的造型的精华 是不是 那是一个再创造 那不是个写实 不是眼睛看到的世界 那是他 经过心灵感受的 性格化的再现 是吧 我在北京周晚 大家 我给大家简单讲个故事了 我这样讲一下会不会太长了 好吧 因为今天不讲专业 我就讲故事吧 越强越好 我 啊 越强越好 我建筑皮卡索以后 我就开始在那淋漠 开始第一天第二天 然后人就开始被注意了 最后这个北京多管 就给我告到学校 说有个流氓 中央工业美院有个流氓学生 在那划一些 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 女人的裸体 什么 就告 告到工业美院去了 告工业美院以后 这个张丁当时是院长 他在说张丁跟那个毕卡索 他一起照顾相 张丁是中国美术代表团团长 副团长是 关山岳 两个人一起去巴黎建过毕卡索 他跟毕卡索是 怎么说的 受到毕卡索很大的影响 人家把张光宇 把张丁称为他是什么 就毕卡索家城隍庙 毕卡索家城隍庙 那就中国民族民间艺术 和现代艺术结合 这是对他的评价 当时他们带去的送礼 我这话为 是不讲那么多故事了 不讲了 好吗 当时带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咱们文化部给带的 说给毕卡索 带一个非常贵重的下牙雕刻 金雕戏科的一个下牙雕刻 张丁很懂艺术 张丁说这东西给毕卡索有点丢人 我不送 他就把这个下牙雕刻让副团长送 观察乐就送 张丁送了一张什么呢 五分钱的门神 五分钱的民间的民神 毕卡索看到的象牙雕刻就像没看见一样 看到这个门神激动的个要命啊 非常激动 因为张丁他懂艺术嘛 他很明白嘛 他就跟这个张丁拥抱 毕卡索 然后张丁就邀请毕卡索来中国 这毕卡索的一句话 真的我觉得对我终身受益 他说我老了 他说我现在啊 我一到中国以后啊 我看了中国的东西以后啊 我一定会变 大家记得这句话 我一定会变 我一定会创造新东西 那我一定会死在中国 他这个讲话非常有意思 张丁回来跟我讲 那就说明 他的东方艺术任何一个新东西 看到以后 他有一种再创造的一种激情啊 我都很想到毕卡索来到中国 看到中国东西 看到变个什么东西出来 就可惜了嘛 可惜了没有来嘛 我刚才讲了啊 我刚才讲了 说我是流氓 流氓学生 然后张丁说 我来教育他 就这样我就到了张丁家里 张丁就问我 你在那干嘛呢 我说 看皮卡索 他说你喜欢 我说喜欢 你懂吗 我就呼噜呼噜呼噜 就把我自己的感觉讲了一大套 张丁就很激动 张丁很激动 从那以后张丁张光宇 他们都跟我上课 基本都在家里了 后来因为他们是教授 张丁就把他的借书证给我了 他说 你可以借出来 你不要在那种大众场合 你就悄悄的 你自己弄就好了 就这样张丁 张光宇 我就把这话词借回来 我在公寓里面 可能当时 古参战你还太年轻 你还没 你太年轻不知道 那都是六十年的 六零年的事了 六零年 我就开始在公寓里面 就挂起了这个 比卡索瘋了 你知道吗 我用大块的石膏板 又开始 就做成比卡索那样的东西 在学校里闹得 所有的年轻学生 那个比我小班的都跟着 后来文化部有一个 通报全国批判 那时候你爱小孩子呢 你爱小孩子 批判 但是公寓里面的 这些老师还真保护我了 真保护我了 我举个例子 我们一个技术人 叫吴劳 应该是中国最早的 展览专家 特别延安时代 中国所有的重要的展览 那都是他出手的 中国刚解放的时候 很多展览都他出手的 那是个学术上 非常自由的人 非常自由的人 他就跟我讲 这个课你去了 你看你在那 又不好好听 你又打瞌睡 你要不爱上这课 你就别去了 你在住所待着 这画画好了 所以我在公寓里面 真是得天独猴 我的老师对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到毕业的时候 你知道 我那时候已经搞到画画得很现代了 比现在这句话要现代 比方说我画的一个 一个歹族的长诗 是讲一个爱情故事 有点像中国的罗贝尔朱利 我画的那张画最后是什么呢 男和女混在一起了 你看起来 这个角度看是男的 那个角度看就是女的了 是这样的画 画完了以后 你到那时候 在学院派的工业面也还是 他没认为这个学生 这画这是什么东西 让我补考 我记得很清楚 而且我那时候到了西沙满那时候 不肯回来 不肯回来 人家毕业创作都创作完了 学校的电报一风一风的催 我才回来 回来我就几天几夜不睡觉 喝着咖啡 赶着这个画 画以后 给我说不及格补考 你看我就举例子 张丁 唐勋庭 张光宇 还有吴劳 给我五驾 抵制了选派 给我这五驾毕业 五驾毕业 我真的讲 我讲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应该讲 我跟很多中国画家不同 我不是选派 第一 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守旧的 中国传统会画的一个守旧的人 所以我来美国 我能够很快的和美国的话 它融合 是吧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 就是说 遇到了机遇 你要有准备 我的经验 这是我讲我好的那一点 讲好的该肯定的一点 所以我能够很快的掌握了他们 追求的是什么 他们西方的要求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但是我的根 必须砸在中国 这也用不了讲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你要想把我变成个洋人 不可能了 这辈子你不要想了 我的根 我的灵魂 我的一切 就是中国人 我不可以追求 我也是中国人 在绘画上更不用讲 那更是中国人 而且我在美国 才真正彻底的 非常系统全面的学中国美术 这个我是倒过来了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拼命的去搞现代美术 这好新鲜啊 马基斯皮卡索的整天的找 找到机会就弄了 就去学 到了美国 我面对着现代美术 在博物馆 我研究中国美术 研究中国美术 我记得我把这个中国六十级的全国 这个美术全体买来 所有的理论书买来 我开始在美国的 和西方艺术的这种思潮当中 研究中国美术 研究完了以后 我现在我那次给他们讲了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观点 西方现代美术运动 是人类史上 美术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为什么呢 这种繁荣是怎么来的 因为它冲破了很多历史的框框条条 而且创造了一种美学的丰富的新的事业 把艺术的各种可能性都进行了尝试 这样的话 在美术界的繁荣 真正的第一次人类的百花提法 这个我从美术史上是这样 在过去来讲都是写实的 有好有坏 当然有些很好的画家 大家知道像 像刚才我讲的 像孟娜丽莎 那不用讲了 像那个威劳斯贵之 像伦布朗 德拉克罗 一大批 那都画得非常好 那毫无疑问的 在美学上 接近的 是接近的 是一种眼睛看到的世界 再给他画回去 画的过程当中 由于性格内移 修养和自己的技法 自己的体会 可能有的表现得好 有的表现得差 有的表现得带有性格化 有的表现得比较平淡等等 有区别 但区别 它还是一种美学 但是到了现代美术运动 美学扩大 每一个画家必须找到自己 大家看到 到了现代美术运动当中 马基斯 毕卡索 夏格尔 是吧 梵高赛上 一眼就是 跑不脱的嘛 你不管是在任何地方 你一眼看 这毕卡索 这马基斯 这夏格尔 都不会错的 我们用这样一个观点 来看现代美术运动 再来分析一下 我们现在话谈 我们中国话谈的情况 我们是千人一面 中国像在美术馆以前的 全国美展 它的技法是一个 美学一个 现在当然好了很多了 我讲过去 外国人也很佩服 怎么会整个国家 几亿人 十几亿人画的画 都像一个人画的 人家也很奇怪的 是不是很奇怪 我现在觉得也不奇怪 因为那时候说题材要好 文革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画话就这样 题材要好 我的任务是 是给人家改画 你知道吗 题材好 技术不好 我们是题材老 创作不好 我们是技术好 就去给人家改画 改来改去 那不说 大家改来改去 都是一个标准吗 一个标准 对吧 它这个美学的扩大 使这个整个的绘画的可能性 得到极大的发挥 极大的发挥 出现了一大批艺术家 一大批艺术家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他们 学习的最重要来源 是两大来源 从西方来讲 对他们最新鲜的一个原始艺术 像毕卡索 马基 毕卡索 像摩迪格安尼这些人 就开始 在非洲雕刻里 找到启发 出现了立体主义 为什么是原始艺术 原始艺术 没有走这种自然主义道路 就像小孩子画画一样了 他觉得没 我就给你放大 你看小孩子画 人的头很大 你看扣子很大 他说这都很重要 是吧 他就给你放大 他不按的笔列给你画的 那原始人 他的表达艺术也这样 我觉得什么重要 我喜欢什么 什么东西就放大 夸张什么 变形什么 什么东西该要 什么东西不要 他有一种天然的一种 对美的一种表现 这个是过去写实 那很严格的写实训练当中 是不可能的 说马基斯这样 他永远保持像儿童 就最好了 是不是 童心呢 他的画像儿童 但是儿童也画不出他的画 是不是 大家去琢磨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儿童 但他是成熟的 他的艺术手法是高度的 系练的 又是儿童 又不是儿童 当然他不是儿童了 是不是 他在儿童的心态 用他非常完整的一种美学 重新教化出来的 是吧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 我也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记得 特别是有很多的艺术家 为了这个现代艺术的发展 那是很悲惨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樊高 樊高为了艺术 他就像一个大的火柱 大的一个火 一个蜡烛 点着了 就这样一直烧到死 最后等于是神经市场 然后自杀 一辈子一张画也没有卖 为一台弟弟买了一张 生日活非常的贫困 没有爱情 他喜欢个妓女 妓女还不喜欢他 他最后把耳朵给割了 非常非常的悲惨 非常非常的悲惨 还有一个画家 叫摩迪格里安尼 最近中国买过一张来 花了一亿七千万 这个画家 也是非常非常贫困 贫困到什么地步啊 他到咖啡馆去 看到人家给人家画张像 画完像以后 人家给他一个面包 或者给一杯啤酒 就这样了 而且有很多的人 帮他的面就把画给撕了 后来有一个作家 我记得写了一本书 当然是把这个事情夸张了 夸张了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对我有很大触动 就说有一个艺术家 我想他是根据摩迪格里 这种原型来写的了 这个艺术家后来非常的穷困 后来就是一个老工人养着他 老工人退休了以后也没有钱 最后所有的材料也买不起了 这个人非要画画 而且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了 这个画家在临死前 他说这样 我就在你身上 在你背后给你刺一个画好了 他就在这个老人的背后刺了一张 就是老人的肖像 画家就死掉了 可能三十多岁吧 就病死了 也没钱之病死掉了 我刚才讲的摩迪格里 真实的故事 他也是三十几岁住院 这时候实际上有一个老板 画廊老板已经开始注意他 他整个只留下了两百多张油画 现在给人类留下的画并不多 这两百多张油画 这个画廊老板当时出了一笔钱 是当时来讲 就像我们现在听到三千万美金一样吧 对这样一个穷画家 那是很了不得的 给他老婆 老婆非常高兴 就这样跑到医院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老师跑到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死掉了 后来他老婆跳楼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 这是现代美术运动当中 两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今天 都是现在十个 十个之内 一张原作超过一亿美金的 两个画家 我接着讲刚才那个故事 后来这个画家死了以后 这个老工人有一天就在巴黎 在街头走 然后就看到一个大的广告 就是他这个画家朋友的名字 而且在举行大型画展 他这个老头就到了那个画展门口以后啊 就不让他进去 就给他推出来了 他说这么伟大的 他说我是他的好朋友啊 他说 这么伟大的艺术家 怎么可以有你这么个穷酸老头 有你这种朋友 不相信你把他推出去了 最后老头火了 他说你看就把背了开了 那是这个画家最好的作品啊 最好的作品 我只讲故事的结尾 在第二天 画展的中心挂着一张人皮 我觉得啊 很多艺术家的为了创造文化 他们是守在人类的前面的 我们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你要选对着肩膀 真的 有没有说选肩膀就很简单啊 我们很多艺术家就选不对肩膀 他踩的肩膀本来就不是肩膀 是不是啊 那一踩自己跟着一起摔下去 掉进深渊永远就起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历史上有很多很伟大的人物 很伟大的思想 应该是很好的去继承他 我接着讲呢 现代美术运动向东方靠拢 一个刚才我讲的原始一个向东方靠拢 这里都就以这个赛上讲的一句话作为代表 赛上讲 不要再画眼睛看到的世界 你们要画心灵感受的世界 你听听 这不就是中国话论吗 中国讲什么 外师造化 中德心愿 造化是大自然 你眼睛外面去学习的是造化是自然 中德心愿 你最后要通过你的灵魂 通过你的心的感受来画画 这是中国 所以中国绘画 中国艺术里的精华 中国艺术的精华 中国古代 我都积累了很多很好的财富 只是我们要去消化它 要去消化它 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是 不是原创 原创是好的 后来很多东西被 被后代人给变了 给变得 变成一种怎么说呢 适用于他自己的东西 而且给它变了味了 变了味 你像中国的三个方面 这很简单 儒教 这个孔子讲的第一句话是正心 你首先心要正 然后才是修身齐家 平天下 这个平天下 看你怎么去理解 是给天下带来和平呢 还是真正为了掌权 圣着王后败的罪 我觉得很多圣着王后败的罪 可不是人家 孔子讲的 后来人他是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 他可能这样提的 对不对 三纲五常很多的招募 不是孔子讲的 他讲的 你正心 你心是正的 你怎么会干这些事呢 是不是 我觉得历史上很多的事情要去考虑 修身养性 我的儒教有一条 它是一个积极进取 它是一个入治的思想 是让人进入社会 是吧 进入社会 然后正心 心要是正的 然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佛教呢 佛教讲四大结构 它是一种出世 出世的 顿世 是一种顿世的思想 这里头都可以产生艺术 都可以产生艺术 艺术很多东西都从这当中来的 特别中国的世文化 世代夫文化 都从这来的 他讲的是顿世 四大结构 他讲静心 心灵的你静 纯净的静 静心 道教 实际上是一种出世 出世 而道教里头 我觉得在中国的山水 中国绘画里的很多好的东西 应该是道教里出来的 我们今天去研究 如果搞当代艺术 要想冲破的话 在道教文化当中 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启发 很大的启发 他是一种出世思想 出世 他与大自然 同意在一起 人和大自然为一体 天人合一思想 这都是道教所提出来的 这里都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像陶渊明 陶渊明就是中国世代夫 中国 那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精神贵族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他不会无斗米做药 你说根据他的才华 他可以当官 没有问题 根据他才华 他可以当大官 他没有 寄生于山水 寄生于山水 和山水和天然和大自然 融在一起 雍然自得 这是一种自我的放逐 自己把自己放逐 就好像以前那个沙皇流放 像一个像以前的官员 把你流放到云南 他不用你流放 自己去的 自己去的 以大自然为物 这个影响了中国山水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 所以刚才讲 外师造化中的心源 心源啊 心是个源泉 心源里头讲一个话 心中意气 意气从哪里来 就是大自然天地造化当中来的 在官场 有没有 有些人是在体制内 做官的 曾共凡也是了不起的 也算贵族 那应该是 他在这样一个体制当中 但是呢 他节省自豪 他也是用孔孟之道 把个人修得非常好 他绝不探悟 你任何的引诱 他都可以抵御 这个也不容易啊 都可以抵御 但是他是在体制当内 所以才出现了一个 大家在今天最爱讲的 动不动 人家帮你提起一个难得糊涂 你认为难得糊涂是糊涂吗 难得糊涂是绝对不糊涂 难得糊涂是一种痛苦的清醒 大家几句话 高度的痛苦和高度的清醒 才和难得糊涂 那就是无可奈何啊 郑板桥说这句话 那郑板桥也是当官的 他就是这样 无可奈何 我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问题 这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单位有十个领导 十个官 当吴时讲 今天也好 过去也好 中国历史都这么长了 十个官 有八个贪官 两个好官 这两个好官 非常的 八个贪官给你掌交不行 你党人的财路 是吧 这很难当这个清官的 你以为那么好当啊 除非遇到了像武则天那样 有才华的人 那很好的 那么皇帝啊 那武则天呢 你看那个叫什么 骂他 骆兵王 把他骂成什么样子 他最后 他是埋怨出这么好的人 这么有才华人 你们怎么都没用啊 你们这笨蛋 你像他这种气度 这我就想到 武则天真的是了不起 我这个说话 可能是想哪说哪了啊 你说历史上 还有哪一个人的 墓志明可以跟他比啊 世界上 你要去研究墓志明啊 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啊 很多的墓志明 写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啊 像美国的 杰克伦敦写的 匠人切尔不用的石头 我不是工匠 我是艺术家 匠人切尔不用的一块石头 我是个这玩意儿 你看那个海明威写的什么呢 海明威说 我是用一只脚站着鞋做的 我一生 我是清醒的 他的墓碑留下的什么 请饶恕我站不起来了 都很好吧 我们武则天是无字碑 你知道 一百多吨重一个大石头 一个大碑立起 怎么立起来 当时现在还在研究 我是电筒一带一带 他跟他立起来 一个字不写 你说了不起不了不起 是吧 那种心胸 是吧 哎呀我讲了 就跟他越讲越远了 不是 我在这个 就是西方的现代美术运动向东方靠楼 往东方的很多好东西启发了他们 启发了他们 那他为什么不能启发他们自己呢 是不是 我在博物馆看那些画书 我经常就这样想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画呢 所以我把东方艺术当中的一些东西 和西方现代艺术能够结合的 我给它结合在一起了 你把西方艺术开始 他们不画写实 开始变形 中国绘画一开始 我们所走的就是这象征性的道路 中国讲的就是变形 是吧 从来是变形的 你说中国人不懂解剖 那中国的针灸 有那么多的血尾 那么准确 是吧 他没有追求那个 中国绘画从一开始 从顾凯之2000多年前提出来的是什么 画乃乌自画 你看这个了不得 2000多年 画乃乌自画 什么意思呢 画乃是我自己的 那就说要个人风格 多清楚啊 他讲行神兼备 以形欲审 我画这个形 是为了神 从他就开始 确定了中国绘画里的 最根本的要害 就是神事和形事 两者 谁重要 中国绘画从来把神事摆在第一位 从来没有把形事 摆在第一位 画如果只求形事 鉴于儿童林 就像孩子一样 完全不成熟的 所以中国画论把这个 画论的第一条 六论啊 六条的第一条 就叫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 所有这些东西 都非常结合了 和非常啊 和现代美术运动 是非常 像两滴水一样了 我觉得就完全像两滴水一样 像是 而且他们所讲的很多话 在中国古代画论里 都讲过了 不仅讲过了 而且有世界 有世界 另外在美国还有一条 我和他和其他画家不同 我觉得 在外国人的眼睛里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 它是做一个整体性的 概括 整体性的接受 我们画家有很多的框框 我既然是文人 我就是文人画为主 排斥民族民间艺术 认为这些民族民间的艺术 都是工匠 都是匠人 这是极大的错误 特别中国是封建社会 中国这个美术史 是极其不公道的一般美术史 文员写的美术史 对不对 我的老师的愿望就写一本 我要写一本美术史 什么美术史 一个名字没有 有没有 能不能写的 最好的本书史 真是这样可以写出来 从三星堆 大家看嘛 从东黄 麦基山 云港 后来大量出土的很多东西 秦始皇的那个 编马雍 马王堆 里头的大量的艺术品 没有艺术家的名字 对吧 而这些人呢 他们把一生献给艺术 按照外国人的说法 那才是专业画家嘛 那不是专业画家是什么呢 是不是 而很多的历史上记录的 当然有很好的画家 毫无疑问 但是也有其中很多 只是做官之余 画两笔竹子也记下来 是不是 那因为他有权力 笔杆都在他手里 他写了 所以 我就把中国民族民间艺术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形象符号 和现代艺术结合 所以我的画 就很快的出现了个人面貌 是不是 在美国就很清楚 起码我做到一条 我的画好不好 他不论了 起码就别一看 这是谁的画 你就是一千个人 一百个人 这一画 看 这是他的 这恐怕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国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很重要的关键 另外还有一条 我抓住了哪一条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啊 我自己的感受 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也许我在中国啊 各种政治斗争啊 各种活动 弄得人啊 紧张得更要命 我很喜欢英勤 很喜欢英勤 我在西川马南可以在那森林里 做一天啊 蹲到那里 蹲一天 就看着花花草草 每一个花花草草 越看越可爱 就会真的就到这个地步 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心静下来 所以我想 我的画去求一种宁静感 这种宁静感 不是说大家能感觉到 不能感觉到 非常宁静 我以蓝色调为主 非常宁静 我想蓝色 如果你再不喜欢蓝色的人 你这个世界别活了 是吧 天光是蓝的 还是蓝的 蓝你都讨厌的 你怎么活呢 是吧 以蓝色调为主 形成那种宁静感 现在它是 西方话谈 叫丁少光蓝嘛 听不露 有这个题吧 所以它蓝签 我做了很多文章 这色彩来讲 我觉得我跟西方 学了很多东西 我今天不谈专业 要谈的话 可以讲一大堆 这色彩上的一些想法 使用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把中国的内容 加上了一种宁静感 这宁静感还有一条 就是说 我去画一些 不受民族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题材 这条恐怕也是个经验 历史上有很多艺术家 他是可以做到永恒 那就和他的题材 有很大的关系 题材有很大关系 如果是你为一个王朝服务 这个王朝是非常腐败的 你歌颂了这个王朝 随着王朝的抚灭 你也会跟着抚灭 对吧 如果你跟着商业走 它都会有一种潮流 随着潮流的演变 潮流的上市 昙花一现也会上市 就什么 一种永恒的 不受空间时间局限的 比方父爱 母爱题材 父爱 男女的爱情 人对大自然的爱 等等 这些永恒的题材 可以在全球得到 得到观众 所以一个 西方现代美术 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接受了他们 有很多人是为了现代艺术去死掉了 刚才我举了像樊高 像摩迪克雷尼 还有我刚才虚设的这位画家 像这样写人的死 带来了现代美术的繁荣 我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另外一个很大的肩膀是中国 是自己中国的传统的肩膀上 所以取得一些成绩 创造了一些商业上的成功 只能这样说了 商业的成功的确是 有点创纪录 说老实话 特别是四万版画的销售 在美国是超过美国的画家的 我卖掉了五万张版画 五万张 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怎么讲的 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为了生存 我住在那个 加拿大那个 我记得有一次 我唯一的收场 我在这 又要讲 不讲了 讲这故事太多了 那个时候不能卖画着急 怎么生存 在西方来讲 什么叫职业画家 职业画家就靠卖画为生 后来那些人 中国他们最爱说 我商业画家 因为我能卖画 这个是在外国 没人提这个问题的 只有中国画家会提 商业画家 看你卖那么多画 现在他们卖的 比我还疯 而且卖的 这不择手段 咱不讲那乱象了 咱就不讲 造假呀 什么都有 咱不说 但是后来 到真的卖画 卖到这个地步以后 也很烦 你知道吗 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后 那的确是影响创作 我后来 大家从86年到96年 我在全世界 我个人参加了的画展 他们画廊统计 两千 两千厂以上 你想十年 你光想想 我得造成 当然 我的原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画原作 我得要交集 我要去参加画展 我要飞来飞去 有很多说起来说 我周游全世界了 很多地方 我实在是没周游 我就在酒店 飞机到酒店 酒店去画廊 画廊完了 去酒店 酒店都机长走了 我等于没去啊 等于没去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越来越烦 越来越烦 怎么个烦法呢 我想画的画不能画 有很多东西是过了 也就过掉了 你说吧 有些画 可以即兴 可能三天画出来 有些画可能需要半年 你在哪里找半年呢 你没有这个时间 就放弃了 就这样也放弃了 很多很多的想法 艺术开始 我觉得越来越降死了 有合约 你要履行 你必须要 人家要十张原画 我只能给 起码给一张吧 有时候这一张 就只有处置滥造了 只有处置滥造了 只有重复了 这个重复啊 我关于重复 很多画家很容易误解 大家说毛毛毛 你的画太重复 这个事情从两面看啊 这也是很重要的绘画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重复是出现风格的 必要手段 真的 一种美学 一种造型 一种色彩 一种构图 在重复当中求变化 正是由于不停地重复 增加印象 出现个人风格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画像马提斯 明天是比卡索 后天是德卡 后再一天是梵高 你永远没有风格 没有人能记住你 但是到了机械化重复 完全没有内在的感受 机械化的重复 那就是自杀 重复是个很重要 很好的词 也是个很坏的词 我到后来发现 我是在重复的 我在重复 我画这张画 画也好 不画也好 画 多拿点顺银子 不画 可能我的思想 会更清楚一点 我可能会进行新的创作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下决心退出话坛 另外人的这种虚荣 还有一件事情 对我很大的教育 92年的时候 我去第一次回中国开展览 开展览 当时大家知道 经过六四了 经过六四了 六四以后 这个老外也是在电视上 也经常放这个东西 我那个发行人就说 人家就问说 北京开展览 在哪看呀 他说天安门square 他说天安门square 就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 当时文化部就说 开展览 问题在哪 我说天安门广场 结果在哪里开的 革命历史物馆 革命历史物馆 当时来讲 那个版画进了革命 那不是个美术馆 那个厅都很高的 那个斯王版画挂在里 就是火柴盒 我记得那个展览效果 是很差的 但是那天的开幕式 我跟你讲 是开始关着大门的 关着大门 也挺大 关了门以后 也有这么大 有这个三分之二了吧 也坐满了人 然后我们坐在台上 我记得我这边张钉 这边就是我那个经纪人 Ron Sego 我们在那坐着 开幕式完了以后 把门一打开 那个架的这个 Sego就站起来了 那真是万头转动啊 外面那人 呼涌涌进来 那是几千人啊 那个展览 真的我说啊 就是这斯王版啊 那就是火柴盒 在那摆在那 就像这种比例的话 就像摆一个 摆一包烟吧 比例 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人 到晚上去开宴会 在哪里开啊 人民大会堂 我现在对这件事 我自己啊 也有很大的思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当时开的时候 他们是说 订个小宴会厅 请的一些领导啊 请的一些 都是美术界的权威们 最后啊 就闹闹腾腾的 我很多的 我的很多朋友 都是一些穷哥们 穷画家 说老爹 你可不够意思啊 你怎么都请 当官的 请也 有权有势的 我说 谁说的 谁搞的 我就去找了 当时一个代理 我就跟他讲 谁要来 谁就来 是画家 愿意来都来 最后你知道 那开的什么宴会呢 国家宴会厅 我真的开 那么大个宴会厅 灰金如土啊 那 说要多多万 我说不万 就是要 就是要开 开完以后 那天我跟你讲 我一进去以后 我觉得我这件事 做得不好 我进去以后 特别走 我走到我老师的 那桌前的时候 所有的老先生 老太太 全站起来 哎呀 这一下子动得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我就把他们 一个个的按下来 特别一个 祝大年就 眼泪也出来了 当然他们 有他们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我这他妈的 简直是 这他妈的 这是土豹的土豪嘛 这是他妈的 这是纯粹是在 砸钱啊 做广告啊 我非常非常的反感 那时候我的心态就这样 我第二天 我去张丁家 我讲个真实的事 张丁说 你卖画卖多少钱呢 我也不敢讲 我不敢讲 我哪里敢讲 我的原画卖十万美金了 那时候我不敢讲 我说八千 八千 八千我讲 四万万 张丁还说什么 是人民币吧 我说 自己很不好意思 真的 我就感觉很不好意思 这个卖画 怎么会 这样的心态 我回来以后 我才发现 有人当时就讲 说老丁没变 老丁这个人还没变 实际上我心里想 有变 真的 真的有变 我曾经 我就回想 我曾经跟那个SEGO讲 我说 咱俩签约啊 签了约以后呢 商业你管 画画 你不许管 画多少 一年画多少 画什么内容 怎么画 是我的事 你不许管 他做到 他真的做到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赚到五百万 我可就不想干了 我就要去 搞我的真正的艺术去了 我做到了 没做到 哇 这个人啊 真正能够能够 抵制金钱诱惑 的确 不这么简单的 一百万的时候想 五百万够了 五百万想到 好 我那个房子好 我有个四万多尺房子 我每年广市 他们交替税 他们交不了啊 所以这个追求下去 就没完了 没完了 这个真的要下狠心 要下狠心 你是要富 你还是要贵 富和贵可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可能 金钱上满足了 可能你的精神上消失了 满足了你的物质需求 可能你的精神的需求 你丢失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真的要 要算笔账的 要算笔账的 所以最后我下决心 下决心 还有一件事 也刺激我 生活里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是 对你是个刺激 我把那个房子 租给迈克加克斯 这个事 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 我走到任何地方 我记得当初 我跟他讲 这保密合议 咱俩谁不许 说的不许说的 我是没说 我搬到苗牙台 我从四万尺房子 搬到现在四千尺 人家我搬哪儿去了 我拼命哭 我搬到那以后 我真的没有说 后来这个事 被他们给说出去了 说就是 我从那以后 所有记者一问我 第一句话就是 这个 大家关心的都是 迈克加森租房子 不是我的艺术 你说我惨不惨吗 他跟租房子 我一个 和我的花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本身来讲 说明我的花 实在是 迎不起人重视 是不是 这个事情也是 我下决心 我要离开那里 除了这以外 把那个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参观景点了 这个大家都不清楚 我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痛苦 一周可能五天 起码三四天 有旅游团 大陆旅游团 日本的旅游团 他们是在外边转 人家不进来 中国旅游团是敲门的 敲门进来以后 我当初开始 我还不管 我还请人家吃饭 这一请吃饭更麻烦了 后来人家跟我 这旅游团都收了钱的 你怎么请啊 他们旅行团的 他们那个 办旅游的都收钱了 所以这个总之 弄得我根本有心情花花 所以我想我要离开 当然我离开那以后 我知道 我会听到很多的议论 这种议论 看你自己怎么看 你要什么 你是要虚荣呢 你还是要真实 有的画家开始说 老弟完蛋了 房子也卖了 留着街头 这不合逻辑 一个大房子给他卖了 我就是再不值钱 也上千万 我都卖了 我怎么留着街头 那这不是两回事吗 但是我觉得 自己到底要什么 这得很重要 很重要 刚才我讲了半天 就是说 现代美术运动的肩膀 我站在这个上 站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我在美国大约有十年 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也形成了一个 所谓在中国美术界的 丁少光现象 在大家都卖不了 或者是有一个人 卖成这个样子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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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说起来都很好听的词 但这些一切都是 像尘土一样的过去了 就按当值的八十年代来说 我在世界美术史上 也是晚了八十年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记得我这句话 你要写那个东西 我已经晚了八十年 我没有进入当代 我没有进入当代 虽然我是当代艺术家 我不敢说我是当代 我只能说西方现代美术运动 在中国画家当中的延续 只能这样讲 在学术上你要这样定位 不这样定位的话 真的不能往前走 你可能会被淘汰 别的不讲 我觉得艺术史 是一部淘汰史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淘汰史 时间也是这样 时间可以给你带来学问 可以给你带来财富 可以给你带来成就 世界也可以把你吃掉 他也是个非常无情的盗窃者 他可以把你人生的所有经历 给你全部吃掉 对吧 绝对是这样的 绝对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要重新开始 要调整自己 要从零开始 把心归于零从零开始 你只有这样的话 我觉得才能往前走 我看我准备的都没用了 我准备的 讲着讲着都不知道 讲哪里去 黑格尔讲的 刚才讲了 说人生啊 这个在历史上的伟大事件 或者一个伟大人物 都会出现两次 我现在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想通了 实际上在人生当中 你都会有悲剧 也一定有喜剧 很多的喜剧变成悲剧 很多的悲剧变成戏剧 像樊高 莫迪格赖尼 一生受尽的苦 是个悲剧 但他们死 死后留下的作品 是他们不朽 而且他们成为了各大博物馆 现在的博物馆 哪一个博物馆认为 我没有樊高 我没有莫迪格赖尼 我丢人 以没有他的作品为耻辱 你说他是悲剧是喜剧 他死了以后是喜剧 所以我在八十年代 画完这两张画 我曾经有一句话 这个大家不知注意没有 我不愿意做倒过来的樊高 就说活着我很有钱 这个东西也甚至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作家 那个写了我一个传 叫安威克斯 是个大学教授 东方美术师教授 他到了FD Hills 先到我这个小房子 从小房又跟我去 这个大房子 一进了房子以后 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也是对我刺激 他说这个在美国 画家还能住这样的房子 对这样一个教授 人家是一辈子辛苦的研究 他们每年的工资 教授十几二十万吧 也就是这样 你怎么会住这样的房子 你说我听的是什么滋味 说不清楚 我那感受实在是不舒服 不舒服 我觉得艺术 要回到艺术当中去 人要回到正式当中去 另外我后来养那个房子 你们以为很容易吗 为了那个房子 我就得画 我不愿意画的画吧 我除了会画画 别的我不会干的 是不是 我是要这种虚荣呢 我还是要真实的艺术 所以我跟你讲 第一个 那个麦克加斯住过以后 每天看房子的简直是疯的一样 哪里是买房子 没有一个offer 全部是来看热闹 这回可以进去了 都去看照相 第一个offer我就卖了 赔钱 真的 真的 第一个我就卖了 真正是一种心理 一种解脱 一种解脱 悲剧 喜剧 喜剧 悲剧 就和人 人啊 每一个人身上 有善 有恶 每一个人都有 不要吹牛 不要这种自欺欺人 真的 我觉得有几个词很不好 自怜 自己可怜自己 这是不好的状态 自恋 自己 恋爱的恋啊 自己的自恋 很爱自己 这不好 还有什么呢 自狂 更不好 自高自大 不好 自重 就很好 自以为 自不好 自知之明 就很好 说这个 这个要分清楚 要分清楚 是不是 要分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呢 从今天来讲 我希望能够艺术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当代 我觉得 是个什么状态 今天的世界 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在座的 我想我就不给大家 啰嗦了 特别有网络以后 信息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时代 真的是包罗万象 我今天早晨 突然想起了一段话 我就赶快去找书 我给抄下来 我给你们念啊 这个是 一百 一百多年前 你知道英国 有个作家叫基庚斯 都知道吗 写双城记 双城记 有个前沿 前沿 你看看他写 那时候写的 简直就是 今天世界的描绘啊 高度准确 我看看 我查到哪里了 我今天 我写着都白写 这是一百七十年前了 他写的 这是最好的年头 这是最坏的年头 大家听到这话 这是智慧的年代 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 而是信仰的年代 这是怀疑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 这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面前万物俱全 物质的繁荣了 万物俱全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会直上天堂 我们都会直下地狱 是不是太棒了 今天早上啊 还是那个谁去接我 我灵机一动 他在外头抽烟 我赶快回去找这段话 我突然想起 双城记得千言 哇 我想 我当时看完 我后来没记 这太棒了 这就是当代 这就是当代 是不是 今天这个我觉得 是个人类历史上 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 非常复杂的时代 大家知道 今天的科技的发展 将来的小孩子 小学生 65%会从事一种 今天不知道的职业 不知道什么职业 人类的这个文化 发展那是一个 我们现在都说不清楚 没有人能说清楚 发展实在太迅速 你看人工智能 已经把一些 最强大脑都给打败了 是吧 现在在艺术上 又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新东西 像思维 思维影像也出来了 等等 科技在迅猛发展 人类的文明在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 最愚昧的一些东西 也同时存在 是不是 我们讲到高度的文明 现代文明 你再看看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可以把他的小女儿绑上炸弹 认为 把他送走 认为他可以上天堂 做人肉炸弹 最愚蠢的 最天才的 最聪明的 最穷的 最富的 各种对比 正好 现在是不是这个时代 各种矛盾是在计划 在计划 也可以说物质是高度的繁荣 你也可以说 人类现在是一无所有 现在很多的危机 是不是 将来水可能要买了 空气可能要买了 水 空气 阳光 是不是 你雾脉弄得阳光也没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 实在是应该引起大家关注 引起关注 艺术 不能改变这个时代 但是文化 它有责任 作为这个时代的号角 它应该反映这个时代 引起人的警觉 引起警觉 否则这个地球真的要完蛋 无法延续 无法延续 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疯子 恐怖分子们就是一些疯子 像那个精神玩意儿 朝鲜那个 那就是个疯子 金三胖 金三胖 它要真有的原子弹 有的核弹 它真给你往外打 它敢不敢 它敢 是不是 世界很危险 而且它就在中国边上 甚至它打得准打不准 另外它会引起 他们长白山的火山爆发 所以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应该 艺术家应该有责任 你要关注这些 还是要关注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 还有一句话非常好 我觉得对画画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以大观小 以大观小 什么叫以大观小 我觉得非常妙的话 实际上中国神话里 早 中国人早就有一个宇宙观 是对宇宙探索 你看大家知道 这个女窝补天 垮腹追日 是吧 你看嫦娥奔月 后遗摄日 所有这些东西都和宇宙有关 中国人的想象力很强 以大观小 那就说 要把自己想得很大 要把自己想得很大 这是讲你的一个心胸 你就把整个世界 就当成一个东西可以捧起来 前后左右的彻底的给它砍透 要有这种心胸 于果讲了一句话 突然我想起来了 他说 比天空和大海更辽阔 更大的是什么 是人的心灵 这多好的话 人的心啊 真的可以是宇宙啊 但是在讲的这个 这是说起来很狂 实际上不是狂 那是对宇宙万物 你应该去了解 你应该去掌握 再倒过来 更重要了 以小观大 就说你自己 实在是不可能再小的渺小了 那就说你对历史 你对宇宙 对人生 对万物 你都要有极尽畏之心 尽畏之心 而且包括对自己 包括对自己 你得有敬畏之心 你不能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艺术当然创作当中很重要 我觉得搞当代 也很重要的强调一种自由 所有的自由 有一种是客观的 客观的不自由 那可能是一些社会造成的 比如说你生活在二次世界大战 你是犹太人 法西斯整天在折磨你 残害你 你没有自由 那是法西斯 独裁 或者一个政权 残酷 残酷的镇压 你得不到自由 这是客观 但是人身上有很多是自己的 你主观给自己带来的不自由 刚才我讲的很多状态 都属于在不自由当中 自己怎么解脱 金钱可以让你不自由 金钱可以腐蚀你 对不对 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想要钱 有了钱以后 你还老钱不够 我们现在抓出有些贪官 你看这数字 听了以后很恐怖 几百亿上千亿 那那些钱要干什么呢 你啊 这很愚蠢的 你花得完吗你 是不是 有的放在家里烂掉 放在家里没掉 那蠢的愚蠢的愚不可及 是吧 愚不可及 这种各种精神上的不自由 全是自己主观 自己带来的 自己带来的 对吧 我想起来一本书 很重要 大家可以去看 智慧 叫智慧 智慧学 92年在美国出版 实际上是一个西班牙 17世纪的哲学家写 叫格拉西安 非常好的书 大家现在不妨去看 好像又翻译了 智慧书 他里头讲了 人生就像三 一个三幕句 三幕句 第一幕句呢 和逝者讲话 就和死掉的讲话 就和历史对话 第二幕 和生者交流 最重要的第三句 与自己谈戏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觉得第一句话 我觉得讲 与逝者 对话 那就是说 对历史上 一些伟大的人物 一些 给历史上 所留下所有的精华 我们应该吸收 去学习 和他交流 给自己打好基础 与活人交流 那就是你到了社会上 就是你的 真正到了社会上 到了人生的 在人生的经历当中 去学习 而学习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要用心自己 用心自己 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是谁 你要经常问 你是谁 你要问自己的 与自己谈心 不是很简单的事 与自己谈心 不是自我安慰 刚才我讲的词 都不能用的 自怜 自恋 自狂 不是这个 而是最重要的是 找自己的毛病 找自己的不足 而且要经常这样做 经常这样做 很多人的失败 就是因为不和自己太心 可以找千 本来自己 有一大堆的毛病 有一大堆失败的教训 自己不去总结 找千条万条理 来原谅自己 这不就典型的鲁迅说 写的阿Q就这样 是不是 而阿Q精神在中华民族 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痕迹 我不敢说别人 我就有 有很多时候是自欺欺人 你以为你欺负这样 你最关键是欺负自己 欺骗自己 是不是这道理 是不是这道理 我都只讲了多久了 不能讲了 都超过四点了 不讲了 您好 您好丁大师 您能解释一下两幅画吗 两幅画 这幅画是三十公民陈玉土 画岳飞的 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想到谁呢 我想到屈原 这个我想画这张画 我就想 我应该追求的不是父 我应该 应该是精神上的贵族 应该走精神贵族的路 我就想到了屈原 屈原是您未遇遂 不未瓦全 是真正的中国的精神贵族的代表人 他就有一个 大家知道他讲了一句话 路慢慢其修远其 不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一种不断的 一种对艺术 对真理 一种求真理 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我画的就是个天问 问天问地 问人问自己 大家感觉到吗 问天问地 问人问自己 谢谢您的问题很好 也谢谢丁先生的解释 这个我就觉得 在中国封建社会 我们所谓 这个封建教育 零一条 我觉得很荒唐的 我认为中军 这个东西要 要要画问好了 我自己看吧 为什么呢 中国不说是一个皇帝啊 中国是一会儿姓朱 一会儿姓李 一会儿姓赵 是不是 谁当了皇帝 谁就是他妈的 就是王 然后其他人都是贼 他不是真理啊 不是真理啊 我就只想岳飞 岳飞如果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哇 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 他会怎么做呢 有没有什么 我的想法了 造反了 是不是 你他妈的奸臣当道 你的皇帝这么没出息 他可以当皇帝的 这么好的人当了皇帝 中国的社会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 什么叫中国 中谁啊 中于真理 中于老百姓 我是这样讲的 还有问题吗 这个在战争当中 你知道中国还不像这个 中国的历史 没有一种 西方历史一种 听我讲完 西方历史有一种和平演变 政权有一种和平交替 和平交换交替 特别人家民主选举以后 那更是和平的 中国历史不是的 所有的这朝代的交替 全是战争 而每一次战争 几乎是一半人死亡 生灵涂炭 是不是 我想画这张画 那就是在战争当中 对战争的一种忏悔 杀了人 你看 这麻也很累 人也很累 一种忏悔 对战争的忏悔 这种战争不是像日本人打中国 这是 是吧 你今天说起任何时候 说起来是民族英雄 就民族英雄 和日本人打仗了 而内战呢 自己人和自己人打 你怎么说呢 在某种情况下 你觉得这些英雄 到毛钱时刻 你不敢宣传了 这是不是事实 你不能讲了吗 是吧 是为了那个哪个人 姓赵的当皇帝 或者姓李的当皇帝 是不是 而且这些皇帝 尤其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对不对 该反的要反 该出手说就出手 好 DK先生您好 我想您刚才有谈到 就是说 您不是一个 单代的画家 那您怎么样定位 和看待单代艺术 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大问题了 这个大题 很挑战 我觉得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 要考虑当代 要能够代表这个当代 我觉得当代是什么 刚才我讲了 这个当代 我们几句话 是说不清楚的 这个整个在中国美术界 现在要开始了 就是我曾经多次提出来 要开始这个演统 这个三言两语 说不清楚 有一条可以说明 就是说当代艺术 应该代表当代精英的思想 成为他们最好的代言人 代言人 这个意味着什么 当代 这个历史的发展 现在太迅速了 太迅速了 科技文化的发展 太迅速了 人类的视觉的这种 冲击力也在改变 大家知道 像我们绘画里 现代美术运动 所有的东西 已经由被新的科技所代替了 新的科技所代替 现在屏幕上已经 绘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 神秘感 具象抽象 在电视的屏幕上 统统出现 说这个情况下 艺术家 应该有个新的奇迹 应该出现新的东西 我个人呢 就开始 从那个玻璃 我觉得玻璃也是一个 在西方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玻璃化的基础上 和建筑相结合 去走一条新的路 走一条新的路 这也是有对当代的一种追求 这个主要这个题太大 这个简单 没有时间讲 没有时间把它讲明白 好吧 好 下一个 露西 您是一个 您好 丁老师您好 今天非常有幸 能听到您的讲座 我是美国唐一舞坊 艺术总监 谢露西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因为我想舞蹈艺术 跟美术是相通的 你是怎么确定 你这个就是中西方融合的 这个画作的这种感觉 能够一定是被人认可 并且它是有价值的 这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一下 只能简单的来说了 我想一个个人风格的出现 应该是一个无限忠实 自己内在内心世界的结果 什么叫 无限忠实 这一定要有理还有外 你不能从别人的形式 别人的风格出现 你的风格 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人的大脑 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里头 都有一个宝藏 每一个人 你这个宝藏可能是舞蹈的 那可能是音乐的 那可能是科学的 等等等等 我们人类的大脑被发掘的 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限 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大功夫 去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特出的这样一个生意 这个是一个作家 别人自己讲的 你必须找到这样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 就是你的灵魂 就是你的个性 也就是你将来的风格 对吧 这个当然和你的直接生活 间接生活 各方面的修养 一个综合的东西 当你找到的时候 某一天 你找到 你怎么去检验 它是 是个特出的东西呢 那就说 所有过去 你所知道的知识 都无法解释 所有的技法都不能代替 那你可就得了不得了 你就 你成功不远了 然后我 让我讲了 好的 冰老师这边 还有一个造型出来了 你用这样的方法画 也没有画出来 你用西方的 东方的各种技法 都不能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在风格 技法 美学 各个方面进行了突破 你只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就会成为 成前其后的任务 对不对 我觉得历史上 大概所有的科学 有个科学发展史 艺术有个艺术发展史 还有一个呢 艺术史和科学史 科学史 我们脑子里所记录的 都是这散光式的人物 这些是一种 在科学史上 就是顶天立地的 一种成前其后的大家 是永远不倒的 是不是 像距离夫人 牛顿 是不是 我举例子了 爱因斯坦 那都是一方的原创 那就是从他开始 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吧 在艺术界 在中国 你真正的 从发展史上 可以说一大堆人 但是从真正的美术史上 你真的想起来 就非常有限了 顾凯之 不倒是 是不是 你所说下来 八大三人 让我说 可以十个人说完了 那些都是画时代的 一种巨像 就好像一个大河 大河里 一般人都是小水流 水波猪流 我跟着流 我流流流流 这些都是一个大巨石 站起来 站起来 他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了 水源啊 开始积累积累 然后到了高峰 哇下去了 冲击巨浪 是不是 形容是这样 我觉得 我们脑子里啊 所谓 我刚才讲巨人的肩膀 这些是巨人 你要搞清楚 谁是巨人 好吗 好的 丁老师 这边还有问题 丁老师你好 今天听您的讲座 受益匪浅 那我的问题是 您的创作 灵感会跟 现代的这个技术 科技相结合 那您在这块 有没有一个 已经确定的一个思路呢 会是怎么样 跟科技的一种结合 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这个当代 我觉得有很多新东西出来 对我们绘画视觉 有冲击力的东西 特别从电影 我出现了动漫 有3D 然后现在出现了 四微的 四微的影像 整个的绘画 绘画 刚才我讲的 那种个性 还有那种 各种的可能性 现代的科技都在代替 将来这个可能 电脑可以开始画画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要找到 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 就是别的姐妹艺术 代替不了 否则的话 我觉得就你 整个绘画界 没有存在的价值 存在价值 作为个人 你如果别的画家 能代替你 你也没有存在价值 要找到这种的话 的确我要下很大的功夫 我自己目前 想的比较具体的 就是玻璃 是玻璃 为什么 我现在可以把玻璃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如果有机会 到上海 可以到文化广场 去看一下 我做了一个 三百多平米的玻璃画 这个玻璃是为什么 好在哪里呢 第一的玻璃 在西方 它有上千年的历史 大家知道 教堂都是用的玻璃 现在的 解决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玻璃上头 可以贴玻璃 有一种胶 这种胶 也是万能的胶 透明的 可以把玻璃上的 透明的玻璃上 贴上彩色玻璃 然后后面再打灯光 现在又出现了冷光源 大家知道LED的灯 没有温度 通过了灯光 玻璃有多种各样的色 多种的质感 有透明的 半透明 不透明等等 而且有粗的 细的 另外一条 就调查了一下 现在全世界 也烧出了 两千种颜色 玻璃 这个不得了啊 绘画的画家 在历史记载当中 只有一个画家 在调色盘 调了两千种颜色 叫德拉克罗瓦 其他的一般画家 我看二三十个颜色 的也有 有个两百个颜色 就不得了了 画来画去 就那几个颜色 所以玻璃 已经在技术上 达到了一种 就是说 在艺术手段上的 一种 很难做到的东西 很难做到的东西 一个 可以无限放大 在线结构的基础上 可以无限放大 你通过彩色玻璃的拼贴 你可以出现一个 非常丰富的色彩世界 这一条 另外它又能够和 说节能 太阳能集合 另外它还作为一个木墙 它和建筑集合 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 我就想到了 搞电竹 所以我把 另外再加上 现在的钢材 完全电脑可以帮忙 这些钢材啊 电脑 什么样造型都可以做了 不是像过去直线 平行线 垂直线 不是这样的结构 可以出现一种 艺术型的造型 作为结构 这样的建筑也会变 如果真正能实现 这是纸上谈兵 真正能实现 它就会世界上的 第一个彩色建筑 彩色建筑 好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运用一些现代材料 运用一些现代材料 对 然后我就听说 您来美国的时候 没有学英语 那您早年的时候 如果用英语来接触 这些西方的大师啊 或者是您的灵感 您觉得会有 不一样的理解吗 那就好太多了 要说起来 我就很遗憾的一件事 我学语言是很笨的 我曾经来美国学英文 只去了三个月 在晚上 我在UCA教书 是带着翻译的 白天教书 晚上就去学英文 实在是很遗憾 我觉得英文不好 实在是对我很大 很大的影响 就举例子吧 很多很重要的采访 我只能拒绝了 CNN啊 或者像 写重要电视台的采访 是英文的 不要翻译 我只有拒绝 我去了不是出洋相吗 是不是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有影响 像年金那代 我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是属于年轻一代的 毫无疑问的 我在上海演讲 真的要我结尾怎么讲的吗 我再用它来结尾吧 这个20 现在我们化解还有20 20后的 像黄尔玉 20后 20后都奔百岁走了 我们这30后 我们这30后都奔八九十走了 30后 40后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都应该像 00后学习 世界一定是他们的 是不是 这毫无疑问的 人类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讲的也不是说一种虚话 这个教学相长 一个教一个学 这本来就是互相互相的 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 不得了 年轻人 这个世界将来他们的那种 你把握很简单 一个小孩子 你看玩手机 不知道没人教啊 那玩的比我六岁多了 我都快80了 我玩不过他的 小孩没有文化 现在我觉得很多小孩子 那个头脑可能和这个时代有关 这个时代就富于他们的 所以尼采太讲 你们注意一个婴儿 她站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是她的头脑 让她站起来 这尼采讲的非常精彩的话 不是她的腿让她站起来 是她的头脑让她站起来 所以我觉得 年轻人要靠你们了 好吧 丁老师您好 我是周星怡 很高兴在2017年的今天 能够在这里聆听您的演讲 因为我在这里呢 是要向您表示感谢 因为在20年前的某一个今天 您用话语在我的生命里头 种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对于当时我还是记者的我呢 您鼓励了我从事艺术啊 您当时是告诉我说 技巧容易弥补 但是创意是无限的 或者是您认为 成为一位艺术工作者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我还是用几个字给你好 就是我给艺术家讲的那几个字 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 责任 自由 包容 软庄 真的 这八个字包含了这所有的内容 好吧 你要有责任起 你要对这个社会有责任 要对这个 特别我觉得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中国经济繁荣了 但是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已经 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呢 还没有做到 对不对 这个文化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你真正让它喜闻乐见 让外国人形成潮流 让所有的外国人 把它当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它想不要都不行 那你才算真正的政府 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繁荣 是文化的复兴 经济的复兴和文化的复兴 还是有不同 文化的复兴 我觉得五座大山嘛 一个是工业大国 你要爬这个山 金融大国 科技大国 军事大国 文化大国 每一部分 每一座山 都要付出很大的劳动 要做到那八个字 你才可能 原创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现代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是改良 在历史上 我觉得在学派的时候 可以是改良 我画的比你更好一点 我技术更完满一点 这叫改良 原创是推翻颠覆机 现在的知识 现在的文化 需要颠覆 我只举一个例子 谁都能明白 就像数码相机 把胶卷彻底颠覆 没有人再会用这个胶卷 除了少数的 为了摄影的特殊效果 大部分都是 就给颠覆了 就给颠覆了 这种创造是原创 它是个崭新的颠覆机 将来我觉得 科技界文化界 会出现很多这种 颠覆性的行动 现在根据科技 这种发展迅猛 会出现 而且很多会 就在他们这些小孩子 这一代会出来 会出来的 改良是不行的 改良是不行的 所以对自己要否定 要敢于否定自己 你才能往前走 否定你才能得到 舍得 有舍才有得 真的 好吗 我们不要简单的 从表面来看美和丑 好吗 这里头都的确也是一言难尽的 有些东西是又丑又美 这个真的 但我没有看 要要看 性格是种美 性格是种美 是不是 现在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就是说每个人对美 他有不同的感受 他都有感情的因素 是不是 你看那李肇星就讲的很可爱的话 李肇星啊 我在联合国接触过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有的人就说他长得丑 他说我的母亲我长得很美 这讲得非常好啊 他讲的母亲是讲国家啊 祖国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具体看 我不好回答 直接回答 艺术当中有些是 又丑又美 丑越丑 不能说越丑越美啊 又丑又美 这个 有的比方说 麦克加森的跳舞 你看跳的那缺胳膊断腿了 好像啊 这个反映了一种 那实在是没急了 那种节奏没急了 他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得自己去欣赏 自己去欣赏 刚才讲舞蹈 我觉得舞蹈有两种 我们很容易注意的是外功 外在的 就是练了很多基本功 这些基本功当然很重要了 有些动作你能够做到 别人做不到 弹跳的高度等等 还有各种外功 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舞蹈 舞蹈家叫邓肯 你叫的吗 很重要的 邓肯那就是一个练内功的人 他研究美术研究雕塑 他读文学 他的舞蹈是没有一次一样的 音乐一起 随着音乐就跳了 每一次都是装扫 那是连内功 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邓肯更重要 特别现代舞蹈 邓肯我觉得 那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应该学习的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